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翠油小王哥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前几天已经有分享过的一个作品 这是一块木纳长口的翡翠原石 看一下这里 上面一大片茫色 还有险 还有险 当然还有险 寒话说怎么说呢 老话说险下三高色 险下三色 深色 你看这些都是茫皮 这个料子有1.38公斤 1.38公斤 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个小浪口 咱们打蛋看一下 这个种子很普通 很差的 这个种子很普通 很差的 肉质而且带点粗 这下边 但是就这个料子最值得玩的就是什么呢 玩这个色 最值得玩的就是这个色 你看看这些色 我看你们有平时有时候 哎呀 我操这个灯 有时候你们看到这种料子 你们说 哎呀 这种料子没用 不值得玩 可能就说 这个色水头短 总看上去叉叉的 叉叉的 当然往往这种料子很不起眼 很不起眼 你要说是不起眼 却切出好东西 切出好东西 当时这个料子咱们不切之前 是在这里擦了一个窗的 咱们看擦窗 擦窗可以看到 色劲了 有色 略有点刚 略有点刚 但是也够用了这种料子 也够用了 这个盲带的厚度 很厚实的 这个料子 差不多你看 有4点多厘米 4点多 4点多厘米 但下边这个也是盲皮 但这个上面是带盲带 盲带 是不是啊 这些他都是盲 你看这些啊 盲皮啊 这边有一个老的一个浪口啊 老的一个浪口 我们看 老的浪口啊 只不带点花那种的啊 一点底色那种的啊 皮刻相当好的这种料子 很值得切 以后见到啊 就不要错过 知道吧 不要放过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一样的 我以前就放塔过 就是放塔过是什么意思呢 在自己手上啊 有时候为了 谋取一点点这种的东西 在这文印啊 就给它出了 结果呢 别人切下来啊 我当场杠崩掉啊 我放塔了 就我们说放塔了 就错过了啊 错过了好几件可以发财的石头 人生当中啊 捡我的手上出去的料子 好几件发财的石头啊 真的 我们来看这个料子 切下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来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啊 来 开 漂亮了 攒进了这个料子 是吧 漂亮吧 爱吧 绿油油的啊 就跟 就跟这个叫什么 世界杯的那个足球场一样的 绿鹰鹰的是吧 绿油油的 绿鹰鹰的啊 绿鹰场地 是吧 哦 还是可以取东西的哦 还是可以取东西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黄光弹表现啊 你看他这个险呀 险也进了啊 但是以色也进了啊 啊 险进色也进啊 你看啊 以后见到这种料子啊 一定不能错过 你看这包头色 你说哎呀 不值得玩 你看 我去 这种料子是不是干涨了 当然你要是想这种料子 其实不切 不切之勤呢 他那个 他这个也比较高的啊 他这个相对而言比较高的 像这么好的表现 是吧 你要说这种料子种再好滴滴吗 哦 得吃了 真正的得吃了 种再好 是吧 不要说水再长 种再好 色再更腻得起一些 更浓得起 我们家色更浓啊 更腻的话 那什么 那就是界面起了嘛 是吧 啊 现在是蟒色小小劲啊 蟒色挂劲啊 你看 还 毕竟还可以再玩啊 再切啊 比较厚啊 有爱的朋友给小王哥点点关注啊 我是你们翠的小王哥 哎呦呦 漂亮了 是不是啊 这个也比较好